卡特的支持者还真不少 感觉这个今天的进程啊 不管是谁上手谁领先 应该说打的都是不慢 因为这个局面呢 也是两位选手都是性格比较爽 喜欢这种开放性的局面 即便是防守的话呢 也都是采用这种攻击性比较强的防守 感谢观看 进攻的成功率 我们看这个卡特已经反超了8个百分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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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是打边裤的一颗还是打之前斯维尔打的这颗 按说传球的难度不是很大 是不是心里有点急啊 如果叫篮球的话走多了 绿球和咖啡球应该是都没有下 这个比过什么的是咖啡球还有吗 应该不会啊 还是看了一下这个红球 这个篮球的话也可以去K一下粉球 也可以这个直接穿上去啊 都没问题 因为现在球比较散 K到这颗红球应该说K的并不是非常理想 其实刚才这颗篮球是完全可以滴杆去照着粉球去K 因为现在黑球和粉球应该说位置都不好 如果K正粉球的话 即便是别的红球再不好打 起码上方的这个红球还可以 对 上方啊 以及这个中弹 那只要是轻K都有机会 看看A没有挡到咖啡球 我还真是挡到一点点 这球要用一点扎干才可以 扎干力量控制得非常好 因为还要去叫球啊 不太理想 啊 与其说打进咖啡球叫不到红球 手摔哦 做一张防守 哦 连这个红球都不能直接看到 三口 差的比较多 而且留下机会了 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 所以走上来看一下黑球还有没有下啊 感觉这个黑球应该是被挡到 哇 哎 这碰到 红球 是不是不在计划之内啊 对 这个 本想直接弹出去去叫这个 篮球啊 就这一蹭 我看见篮球也没有叫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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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叫的哪颗球 三颗红球中间的这颗有吗 没有 最下面的一颗 最下面 还是跑的力量轻了一点 好了 嗯 想摔啊 好 好